私生活混乱 每拍部戏换一个伴侣 陈道明降低片酬也要力捧 江一燕曾凭借话剧七月与安生获得首届丹尼奖 最佳女演员奖名造一时 然而在事业巅峰的同时 她的私生活却一片混乱 她不仅在大街上与吴振宇热闻 还与同大为有染 她甚至每次拍戏都会换搭档 连陈道明都宁愿降薪来养活她 你所造的假一定会被揭穿 虽然江一燕去讲学 但这听上去是很好的行为 作为明星 一年能去那里一个月 和那些孩子们一起吃饭 生活 教他们一些知识 也很好 但她的这种行为却无法忍受人们深挖 首先 她发布了自己作为志愿者教师的生活 她穿得很漂亮 照片上明显是摆拍的 此外 她还教孩子们摄影 不是孩子们学不到 而是孩子们现在的生活需要更多 或者文化信息 相机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东西 他们可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生都负担不起 但借助文化 他们可以走出大山 了解世界的广阔 这是改变他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事情 不仅如此 她还说在这里就像在度假一样放松 要知道 很多真正支持教学的老师都表示 这里其实挺难的 生活条件不好 有些地方甚至缺水 缺电 从来没有感觉像在度假 所以当人们发现线索的时候 也在网上嘲笑她 所以现在谈论她的教学故事是可笑的 她人品的败坏 其实就是不诚实 她假装做的事 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长久 文艺女神气质沦陷 在公众心目中 江一燕一直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她长得好看 有演技 有好几部好作品 还写过词曲 但事实上 她的优越之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美好 第一次上学的时候 尹丽来演一个角色 她知道这是她的机会 由于她的年轻和美丽 她很快就加入了她 那时 尹丽比她年长很多 25岁了 她却不在乎这些 靠着男友的关系 她成功接拍了两部戏 当然 她也知道这件事不能被人知道 所以当别人问起的时候 她总是矢口否认 当被问到的时候 她还说对方是她的干爹 但是谁都知道这个父亲有多好 当然 她对现状并不满意 毕竟这个男人不仅年纪大了20多岁 而且长得也不帅 娱乐圈里有很多厉害的人 能够帮助她成长的人也有很多 所以她一直在寻找 合适的人 在信任尹丽加入与你同在的夏天剧组后 她把目光转向了一位名叫杨涛的摄影师 当然 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摄影师 他们一起来回走住 他们刚在片场 尹丽一开始就喜欢江一燕 她自始至终都在关注住她 很快她就知道了这件事 于是就到片场大闹了一番 据说她还打过人 终于 江一燕发现了不对劲 我赶紧逃跑了 从现在开始 她的靠山就没有了 但是那并不重要 对于她来说 只要能占上风 对方是不是比她大几十岁 是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都不在乎 她的目的一直都很明确 还有那个时候的江一燕真的很漂亮 2000年代初期 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明星的私事不会瞬间被所有人知晓 公关处理丑闻也相对缓慢 简单的 江一燕的成功之路 如果说她能够在引力的帮助下进入娱乐圈 能够发展并逐渐形成青春文艺女神的形象 那还得靠另一个人的帮助 那就是老板 来自成天影视公司 不得不说 江一燕的眼光还是很独特的 她知道和谁在一起 这能让她的发展有前途 而且她可以不顾外人的意见 作为一个女孩 她也可以不顾世俗道德 拥有自己的手腕 吴克波当初创立成天影视 就是因为欣赏陈豪 想要延续这个女人 所以才创办了成天影视 结果江一燕到来后 吴克波很快就喜欢上了她 直接取代了陈豪在这里的位置 获得了大量的资源 她的文艺女神称号 也是得益于吴克波的大力背书 吴克波给了她很多资源 基本上都是一些文艺片 而她也因此发展很快 在圈内有了一些名气 不过她并没有对此感到满意 当时陈道明想把她推荐为 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女主角 甚至说可以降低她的身价 这也让人们猜测不已 毕竟这部剧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张欣逸的女主角地位 毕竟她有很多犯罪记录 而这个男人愿意降低自己的级别 并要求剧组取代她 这本身就是性感的新闻 虽然网上并没有两人的绯闻 但是这种事情已经说明了麻烦 她加入了很多业内大佬 但在拍摄过程中 她表现的风度翩翩 结识了佟大为 而且佟大为当时与女友相恋多年 两人关系也很亲密 他们被拍到一起进出 幸运的是 佟大为很快就看清了她的身份 并决定与她断绝关系 由此可见 她迷上的男人在娱乐圈里都有一定的地位 能够为她带人帮忙 在这些人中 江一燕可以说是冷静的 在拍摄另一部电影时 她被拍到在车里亲吻吴振宇 与邓超合作时 她从不避讳 她已经有妻子了 起初她在业内的名声并不好 但因为她的颜值很高 很容易就被一些男人所吸引 虽然她几乎每次拍电影都会遇到这个男人 但因为她本来就成立 所以网友一开始并不知道 不过 据说孙丽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 不过邓超为人比较直爽 从来没有和别人传过绯闻 而且江一燕名声不好 一开始就明确拒绝 如果她能永远和一个人在一起 别人现在就不会骂她这么惨了 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目标 和这些人在一起 她才能够一步步打破人们对她的认识 知道了这一点 她也打破了自己的人格 徐静乐在好历来的认可度发生变化 其实是因为她与好历来的罗先生暗中交往 甚至表现得十分亲密 当网友得知自己的怀疑被证实后 也开始流失粉丝 而且她这样的行为不可能离开很长时间 因为她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 所以罗先生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 所以很快就和她分手了 不过现在她基本上已经撤退了 圆圈 是的 之前就官宣了她已经结婚了 还生了一个女儿 虽然走捷径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 但这并不是一条可以脚踏实地走的路 有一天 你会被发现并暴露 无论是在娱乐圈还是生活中的普通人 做事都应该脚踏实地 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努力工作 感谢观看